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来啊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集啊我们要说几个事情 一个呢首先我们简单的关注一下美国大选啊 刚刚就在刚刚的是175比99 川普呢大幅领先 但这个大幅领先是民主党的一些州还没有开出来票 所以基本上呢川普把他们共和党的地盘呢吃掉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但是现在很多人说决战要看宾夕法尼亚州就是PA嘛 呃我倒是感觉今年倒不一定看这七个摇摆州了 七个摇摆州主要是北卡啊 对吧乔治亚啊就是那个亚特兰大老营队带的那个那个州 那就那个亚特兰大就那个乔治亚 呃然后亚利桑那啊 啊然后密歇根啊 然后还有就是啊内华达啊 啊还有一个是哪个 呃都其实都不是很重要了 呃这次我感觉决战 应该是在哪里啊是在VA也就是弗吉尼亚州 现在目前看起来弗吉尼亚州是民主党的传统的这个这个票仓 但是呢之前弗吉尼亚州的州上我看好像是共和党能获得了 也就是说这个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个州差不多有16张选举人票 如果川普他能拿下这个州的话 那基本上锁定大了就举了啊 因为你摇摆州的话顶多是 哇三个四 就是一半一半吧 就是就是这种支持 所以说呃关键 就是看这个弗吉尼亚州 当然变数呢也是还是有的 因为美国的这个邮寄选票和这个电子选票 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啊 这个很多的川普的票都已经丢失了 啊所以说呢 这个这个计票的这个这个过程啊 是非常扯淡的 那有的人说 哈利斯他们是行政当局 他们就一定能够控制得了 我看也未必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他美国选选票 开票他都是有各个各个有很多律师 就是说有很多不同阵营的这些律师 和一些民意代表啊 和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呃 我们讲 监督的一些人 他会全程盯着 还有一个 不是说每一个 这个行政当局 就说我今天 哈利斯 我是当副总统的 我拜登当总统 下面的手下就一定是听我的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说呢 他们呃 有的就是哦 我顶头上次是呃 现在的这个执政党 但是我可以拒不配合 或者说我配合过程当中 我执行不利啊 或者说我在这个地方消息代工 或者我啊 故意给给给你下刀子使绊子 这都是有的啊 所以说两党在各自部门里面控制权 其实都是啊 差不多的啊 也是就是有些部门是啊 这个党控制 那个有些部门是那个党控制的 有可能你这个导 这个局 这个什么FBI的啊 这个领导层 可能是民主党控制的 是民主党的人 但是下面办具体事的啊 可能是共和党的啊 他是这么的一种说法啊 所以说 这个因为哈利斯是现任副总统啊 也就是 这个等于说 拜拜登把权力啊 还没有移交给他 但是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民主党的嘛 但是 不存在说 他们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 我是行政当局 我就可以啊 很多人都听我的 这个不是这样的 他的阴邪之处在于 啊 这个 啊 即使他不是在野党 而不 即使他是在野党 他不是执政党 他 你看那个 上一届的拜登曲线 是怎么来的 对吧 他 他看 川普还 川普掌握行政当局呢 那为什么会有 最终会有川普 就 拜登曲线啊 撒尿 撒出来 能往上 能往天上撬了 这根线是怎么撒出来了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们不能够 单单去凭 行政 或不行政 谁执政 或谁不执政的优势 不是这样子来看的 啊 所以说 这一次共和党呢 也是盯得蛮紧的 啊 尤其是开票 计票 和运输 选票这个过程 不然的话 不会报道说 之前川普的这些州 啊 发生什么游戏 游戏选票的箱子被烧啊 啊 什么这个箱子掉下来了 啊 然后呢 还有些地方呢 说 这个重新计票啊 啊 这样那样的 现在也还在发生 说哪一个州啊 是三万张票啊 就是那个重新得得得 得计可能变成卫生纸了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呢 是非常混乱的 老明说 很混乱 呃 一点都没有所谓的 这一套制度的 优越性的体现在哪里 没没看到啊 反而呢 我们感觉到 你这么做 就是你们有的人 在里面耍赖 台湾当局 也是这么干的 民进党当局 就是你说 民进党当局 做票 哎 这个事倒是真的 啊 他们 他们这样直接做票 这倒是真的 啊 因为什么 因为民 因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在台湾 是控制司法的 啊 这个他们在这里面 动手脚 这个倒是OK的 啊 但是在美国 对吧 你这个 你这个司法可不是 可不是你 你你这样的 啊 对吧 所以说呢 这边的情况呢 我们还是要观察 的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讲 另外一个事情 因为在美国总统大选 开票的这个期间 开票这个期间呢 呃 我看今天 同时在开票的时候呢 以色列这边有个动作 以色列把这个 内塔尼亚胡 把防长加兰特 给解雇了 然后换上了这个 极端强硬的 这个外交部长卡兹 啊 让他来 当这个 国防部长 啊 然后又把另外一个 非常疯狂的一个逼惑啊 给他调到这个外交部长 这个位置上面去了 也就是说 内塔尼亚胡 要缩哈 就是 他是绝对是不可能 停止战争的 他就是要干到底 至于把加兰特 给解职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两个 本身就不是 加兰特是 内塔尼亚胡 一直以来的 这个反 反对 反对者 啊 他们是反对者 因为 因为之前这个 内塔尼亚胡 他从那个 啊 贝内特手里面 接任这个政府的时候 他们都是组的 叫联合政府 联合执政的 联合政府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就是说 德国的 这个绿党的 啊 呃 他的这个副总理 啊 和这个外长 贝尔伯克 他们属于一个绿党 财政部长 啊 林德纳 啊 也是 也是一个 政党的 再加上这个德国总理 硕斯 也是一个政党 就叫做 联合执政政府 那么 以色列也是这样子的 联合执政政府 这个哈尔 这个加兰特呢 他反对 其实在去年 在前年的三月 在十月七号的 以前 就是去年十月七号 以前的再往前 那个 那个三 三月份啊 那就是去年 对 去年三月份呢 他实际上是被这个 解职过的 因为当时呢 大家都知道 林德纳胡呢 在搞那个 所谓司法改革 对吧 等于说是要搞 那个独裁嘛 啊 搞这个正儿八经的 独裁 长期执政啊 这一套 那么加兰特 也是批评了他 就是说你 你这么做 是不对的 再一个 这个加兰特呢 强硬 他强硬归强硬 但是他从来呢 也没有 也没有说过 不支持两国方案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他还是说 有留一些 自己的一些 退路的 就是认为 还是可以支持 两国方案的 如果说说 打到这种必要的话呢 就是我们 实在是没办法 打了或者怎么样了 啊 就是打不动了 那我们就支持 两国方案吧 反正他们 让他们自身自灭 就这么一回事 我们反正占领 占领这个第二 圣殿这一块 慢慢再蚕食啊 停战 慢慢再蚕食啊 或者说两个 两个方案 都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内塔尼尔湖呢 嗯 他这个背后的 这一暴力呢 就是他现在 执政的 这个根基 这暴力呢 就是绝对是不支持的 一定要把他们 给消灭干净啊 然后这个地盘 再扩大化 但是呢 现实面前呢 他们是非常惨的 因为打黎巴嫩 真主党 说句实在话 他在这个 北部 他根本就攻不过去 他打不过去 他很多 很多这个IDF 这个蚁虫都撤军了 啊 他根本就没办法 他打不过去 然后呢 被伊朗给炸的呢 也没脾气 伊朗呢 可能会等美国总统大选 计票 结束的时候 然后直接就宣布 这个 呃 就上一次 以色列的这个 呃 这个袭击 直接进行一个 大规模的报复啊 可能会会有一个 这样的报复 然后伊朗现在呢 也是在东南部 在 在纳坦夫那个地方 这个打击 那些恐怖势力啊 也就是 呃 所谓的 躲在 就是那些 呃 逊尼派啊 这些人 这些恐怖子 主要是躲在巴基斯坦 那比鲁支解放军呢 主要是躲在 躲在这个伊朗 但是在伊朗 他们也搞恐怖袭击 他们就是要搞这个独立 因为伊朗那边 也是叫比鲁支 啊 跟巴基斯坦这个比鲁支 是一样的 啊 都要都要都要搞这个 恐 都要都要搞这个独立 闹独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被以色列美国给利用 在这里搞恐袭 之前他们阿B 突袭了伊朗的一个 警察局啊 边边防警察局啊 一下子死了好多人啊 所以伊朗在这个地方评判 80%的被消灭 或被逮捕啊 恐怖分子 也就是以色列美国的 这种代理理人 所以说呢 这个伊朗呢 也是在等待这个时机 现在反正是 伊朗不停地在这个清洗 伊朗不停地在清洗 内部的这些敌人啊 呃 现在呢 以色列呢 在哈马斯这个地方 在加沙这个地方呢 他也是没用 他没办法 他就是 他把这里炸了 给炸了稀巴烂了 炸了稀巴烂 你怎么去去统治呢 统治不了 对吧 再再一个 这边哈马斯的这个抵抗 从来都没有 没有少过 而且现在还有什么 现在以色列的这些士兵自杀率挺高的 士兵的自杀率挺高 除了有十名陆军士兵自杀以外 大概还有一千到两千人左右 在处于自杀边缘 而刚刚有一个空军 空军他也是自杀 自杀了 以色列一名空军飞行员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啊 对 他这个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啊 这个鱿鱼啊 感觉到杀了很多人啊 手上沾染了太多的这个血了 啊 然后呢 他选择这个自杀 跟一些士兵一样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 就是如果你这个人啊 你这个杀人太多啊 这些人他是被你给弄死的 恨死的 他这些人他是确实是有怨气的 有怨气的这些人 他们来纠缠 纠缠他们 或者让他做噩梦 或者说让你整个精神很压抑 运势非常低 你人是会受不了的 受不了的 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都是相信唯心主义的嘛 你相信唯心主义 你有的人可能他不 有的他以色列士兵可能不是那么的坏 可能他麻痹就就就就一时 清骨头兮兮的犯贱啊 但他可能内心的并不是说 邪恶到相对上尼亚胡这种样子了 那么他去干这些事情 就干多了 比如说啊 比如你就算你你原来是就是很邪恶的一个人 那这些人在死的那一刻用死不明目的眼睛这样瞪着你 或者说啊 他妈比你在暴断的时候 你看那一刻你看到这个冤魂过来缠你了 或者怎么样了 所以说呢 现在他这个自杀率是 这个部队的自杀率和心理辅导是非常严重的 很多人他有都有精神上的这种疾病 真的 我跟我讲 你在让你老子去杀掉你自己同类的时候 上一秒这个人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你把他给弄了 有些人他心里承受不了的 有些人他心里承受不了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呢 这个以色列其实现在进入到很严重的一个瓶颈 日子很难过 包括美国的军事资产都是去保卫他的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他们这里确实是很虚落 非常非常虚落 所以说呢 美国总统大选怎么样呢 其实对以色列这边的保护呢 也是不会少 但是呢 你这样子一直以来就是不知道去退 不知道跟别人谈 只知道他妈在这干账 然后干的嘛 你被别人也干的 也是他妈的头破血流的 所以说还是要有什么 要讲究一个以退为进吧 你他妈的鼻子是往前顶的 牙齿必欲爆的 搞那妈心胸狭隘的 不得了 说句实在话 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看到你们的这种嘴脸了 进而什么 影响美国的地位 好吧 所以说美国大选和以色列这件事情 我们后续再观察 谢谢各位支持